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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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包括你看美国那个我记得迈克尔杰克逊 已经过世的这个养股明星 他自己开了彼得盘中文 就专门让一些小孩到他这儿来玩 而且这玩的过程当中 保护孩子隐私不接受媒体采访 咱们有的明星干这个事什么的 那就希望媒体来他好仰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些 所谓的大捐门了什么之类 我们就觉得不足为奇了 其实明星里面我们看有几个人 挺值得人佩服 你比方说 每个月捐一块钱 李连杰挺大的花 他做这一基金目的 就是能够让所有人都参与到慈善里面 所以他为这些事这些年跑的 头发都白了 最终呢 深圳市政府呢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一下子把一基金 由不得不扎靠到红市之后 转成深圳这边 给了他公务基金的这样一个姿务 他可以面向大众工作 而李连杰这个时候 避开闪光灯 我退出来 整个一基金这个统治局 由大伙熟悉那些名人来干 他反而撤到了幕后 我说的一个名人真正的 有社会担当 不应该让自己的这种担当 当作一种事情 只愿意在住家中底下尽责任 而在平常的时候 然后把这个抛在身后 这不是一个名人 有社会担当 有社会责任的名人 应该做的事情 那么刚才我们看了 整个这个事情的组织过程当中啊 可能大家会发现 有一点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 就是这个事的组织者啊 他的名字叫翁涛 就是去年的时候 和这个郭美美之间 打了口水仗 用一位王军的事件 卷入到了这次郭美美 宣布事件当中 那个忠心不爱的董事局主席 那么这个翁涛在这次活动当中 他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 咱们来看一下 恩涛 恩涛 东洪博爱CEO 在刘洋事件的微博揭理中 他将威脸管化给蒋川 去银川 赵欣欣三位大师 同时表示自己任何习单 一切设计的所有费用 并多次协调几位大师的时间 12月8日 在刘洋得到25万捐助后 恩涛承诺将承担 后期质量不明显的一个人 谁要是不够的 你找谁少 那会有一个质量 然而郭美美顺富事件 王总对温涛的评价很差 认为他是郭美美的幕后刻画之一 将在2011年11月3日反目 为何可学站6小时 相互接触 可能这段视频呢 对于不少的关注朋友来说 都多余 他们对这个事件的了解 已经很透彻 那么这个事情啊 咱们回头再来看 我倒觉得体现了 人性的这种复杂 而且我觉得 特别要引起大家注意的是 我们判断一个人物 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平和心态 咱们现在在网络上 出现了非常不正常的现象 这个人要推崇的 我是他粉丝 他干什么都好 这个人我要看不上他 他干什么都是假的 都是作秀的 我们说这个事情毫无疑问 我们说他犯了一件好事 但是我们绝不能因为 这个事情他干了一件好事 就认为他在 郭文美事件当中 说的所有话都是真的 都是正义的 那么同样 我们也不能因为 在郭文美事件当中 他有一些附件的东西 那么在这个事情过程当中 我们就质疑 他是所谓的作秀 人是复杂的 在不同的阶段 人的表现可能不一样 他在这个领域 可能做出 有对社会公理道德的事情 那么在另一个领域 另一个事件地点 很可能他会本着天理良知 做出一些对社会有问题的 对其他人 先爱心的指挂 我觉得这个人 在一个人的身上出现 他一点都不保存 因为每个人 你不可能是绝对的好人 也不可能是绝对的坏人 可是现在偏偏 我们有一些网友 如果这个人好 那就好到底 如果这个人糟 那就糟到底 好人你不能有任何质疑 糟糕的人 你不能有任何的变果 否则在网络上 要把你踏上一万只脚 勇士不能翻身 就像这一段时间 网上有很多人 在质疑韩寒 韩寒的粉丝 把这些人都当成脑残 我就觉得 无论韩寒 做了什么样的好事 发出了哪些 对罪公立知识分子良心的言论 那么都得允许 大家对这个进行质疑 经过质疑之后 这个真相才可归 如果经不得质疑 经不得大家 对你的责难的话 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 怀疑 这个真相背后 你到底要隐藏一些什么东西 所以我说 孟涛这个世界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发挥的这种故意作用 非常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 十二岁少年 对局三大灵级险基纳事 这是二零一年 最应该被记住的一盘起义 人生夫妻 她的新内补 不知对她二的起义 任何去因来人性争议 人群捐 套心作作 此生之背后 又是什么 稍大新闻 老远 人群事件 为余祥树 得出人生的 一个好奇 当然 在这个事件过程当中 也不都是爱心涌动 也出现了一点不和谐的声音 就是当这个小六阳这个报道啊 聊天晚报把它公布了之后呢 社会上很多有爱心的人 要先爱心 要给他捐款 网上就出现十好几个假冒账号 有一个自称 我是刘洋的哥 你就转给我吧 他们家没账号 我再转给他 后来一照查 根本没有这事 你想想我们听到这消息 得气氛成什么样 人家都这个样子 你还怎么能 趁人之危骗这个钱呢 你于心何忍呢 咱们说点不好听的 如果有一天 开假账号这位 你患上了这种绝症的话 有人给你捐款 你好意思用这钱 给自己治病吗 所以我说 这个社会是复杂的 面对这种宠握的现象 咱们心里都有一半程 那么我们看 这期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标题 叫走出人生的好奇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首先我们要把住所 送给小六养 小六养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下 不忘记圆自己的梦 凭着自己坚强的意义 走出了人生的这步好奇 把这排气下完了 我们也祝愿 他在跟病魔 做斗争的过程当中 能够散事战中 最终驱走病魔 那么作为这四位特级大师呢 尽到了自己 作为名人 作为公众人物的责任 那么千里迢迢来到沈阳 为这个小六养圆梦 这也是他们走出了 自己人生的一步好奇 那么对于翁涛来说呢 我们不管他过去怎么样 在网上有什么样的言论 这个事情 我们要给人家充分的肯定 他在这个事情上 也走出了 属于自己人生的一步好奇 那么电视机前的 每一位观众朋友呢 每当你要碰到 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呢 我相信我们首先立足于 自己不去伤害别人 然后再尽可能去帮助别人 做一些功德无量的事情 做到了这一点呢 不是为别人 而是为你自己 咱们心里不也就舒坦多了吗 做一个好人呢 有的时候 你会感到很轻松 会觉得没有负担 那么人在心地 这种纯净的情况下 你自己的生活 各方面其他的压力 就往往就不会成为 你肩头沉重的包裹 所以我们说 大家都做一个好人 这应该是我们 共同努力的造成 看这期老量观众街 您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通过屏幕下方 我们打出的新浪官方微博 和我们进行联系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感谢观看